方旋部分可能就没办法讲完 不过规则上面都差不多 那我有把那个方旋的部分 把它放在这个云端上面 请各位这个方旋部分 就自己再练习看看 规则的话也跟刚刚差不多 那今天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 再增加从那个录制聚集的基础上面 然后再往上提升 然后我们主要是利用上个礼拜那个范例 增加了总共有三个按钮 加上一个制定函数 另外的话也把同样的方法 再把它写到 这个 这个截取瓜乎字串里面 所以结果也是一样 那比较困难的地方 主要是在那个瓜乎字串里面 就是会多讲了一个有关那个逻辑判断 就是把if-air 改成VBA里面的if 那这个if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以后基本上所有的城市里面 都会有这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主要就是帮助 你不需要人工判断了 也就是以后的话你写好之后 就是用电脑帮你判断 所以判断的部分的话 当然有单纯一点的判断 像刚刚这个就是True跟Force 如果True就执行 Force就不执行 OK,关键点就是在那个逻辑 另外的话呢 还有所谓的True跟Force 两重的 如果True做什么 Force做什么 就是不同的处理方式 另外的话还有所谓的多重判断 所以这个的话呢 我们会在第二个单元 就是下个礼拜 我们就会再跟各位讲有关那个复杂的逻辑判断 所以今天的话 已经又再更上一项 请各位回去 还是要多多演练 尤其是那个VBA的城市部分 不管怎么样 打的慢也好 打的快也好 反正就是多打就对了 另外的话 一定要找那个工作上有类似的案例 那多多的去练习 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然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了 最后不少同学 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的 有没有 或者是说那个操作上面的问题 记得啦 就是我一样 就是会把相关资料放云端 所以请各位 务必要把云端的位置要记下来 然后上面其实也有云端白板可以参考 然后遇到问题的话也可以拿来做比对 另外的话 也会把那个 这个完整录影 放在论坛里面 请各位回去再做复习 有问题 其实像在那个YouTube下方 其实也可以留言 只是说我发现好像同学可能因为上班 比较忙吧 回去 嗯 不知道有没有 对 还有个问题 对 最后记得一定要存存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记得存档的时候 一定要存正确的档案 除存的时候 一定他看到那个是不是 启用聚集的档案 一定要按否 OK 他问你说要不要 除存为不是 一定要记得按否 否之后的话一定要 选择 存档格式 我这边最后讲一下 这个如果存错档 你就前功尽弃了 记得最后存档的时候 一定要存成什么 先按否 存档的时候一定按否 然后呢 请你在档案格式地方 一定要启用聚集活跃部 如果你存错档案格式的话 那跟各位讲一下 你前面做的VBA程式 就全部消失 而且就不回来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这一题可能要特别小心 存档的话 一定要启用聚集活跃部 存档 这样子的话你下一次打开 而且打开的话 记得一定要启用内容 如果你没有启用 下一次的话应该存档的话 这边 就会多出 我重新整理一下 会有在这里 XLSM 那他如果图示的话 应该会是长成 这边有个惊叹号 惊叹号 那你如果下一次打开的话 一定要务必记得启用内容 如果你没有启用内容的话 那没办法run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刚刚有同学很贴心 有提醒我一下 OK 好 那 还没有问题 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不然我们今天就 先到这里好了 OK 然后 回去的话呢 记得 不是 就是 下课之后的话 记得 再复习 多练习 OK 那有问题的话 下个礼拜也可以再提出来好了 OK 好 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了 OK 好 我们就下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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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